是不是有病啊 这都零下几度的天气了 还在雪山里上课 你个小绿毛 会不会找教室啊 怎么了 你有意见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你就做好上课吧 七 我才不吃你这一套 不吃也得吃 冷点没关系 关键是玩电脑动手啊 我先烤个火 暖和暖和 你小子不要命了 在森林里也敢点火 有什么关系 周围都是雪呢 有没有点常识 那也会照的 我知道你也冷 也给你暖和暖和吧 烟气好大 都瞅不见老师在哪里了 这么大的深坑 总不会着火出来了吧 可惜我是暖不成了 得赶紧躲起来 左右两边的细雪不能钻 只有黑板中间的细雪 才是安全的 把门关好 咱们就可以钻进来玩电脑了 掏出来开机吧 可恶的臭小子 竟然把我家伙上烤 他人呢 钻细雪里了 是这两边的蛋下面吗 算了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惨了 你最如爱河了 怎么细雪后面 还会有这种地方 这回我学聪明点 先把雪露开 怎么会这样 我换一块露 总没问题了 老师可真笨呀 都不知道 我就在这后面 赶紧把半线沟修复一下 我真正的密室 是岩浆门后面 水门和前面的细雪都是机关 咱们先进终极密室躲着吧 老师来了 就给他看美丽的烟花秀 再开会游戏 不干人事了 史蒂夫 你不是说 细雪后面吗 我说的是 黑板后面的细雪 那你不早说啊 你也没问啊 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先解决那 哈喽 大 真是服了这个老六 进门就是苦瓜蛋子 我手里有斧子 我可不怕你 嘿嘿 我没事 瞎炸了吧 臭小子 赶紧给我滚出来 两边的水火门 肯定没好事 我钻 汤姆的 不按套路出牌 是吗 火门上面 什么也没给啊 那就只能先去水门后面看看 看到你了 小子出来吧 怎么就一个墨影珍珠 哎呦 帅死我了 我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 卧槽卧槽 有炸弹 赶紧吹吹呼呼呼 呜呜根本没用 二舅妈 这个小王八糕子 拿个珍珠 要我半条老命 这次气死我也 不用想了 那小子肯定在岩浆后面 等我进去 看我怎么收拾你 特吗 我来了 哎呦 竟然被你发现了 你想看烟花吗 你这是什么狗屁问题 难不成这里面是 恭喜你答对了安心的趋势吧 这烟花未来 这烟花未来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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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